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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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3 3 3 1 2 3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八拍哥哥 我是Eddie 我是Chris aka 電影小碩士 電影小博士 對 每次我們現在兩個人一起開頭就好像要對決什麼東西 剛剛大家應該有看到我們前面的非常帥氣的開頭 沒錯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一個近期非常多 DJ跟製作人推薦的合成器 它是將一個非常專業的合成器 濃縮成一個掌上琴 用你的手指就可以去控制的 一個掌上琴合成器 OBA 它用你的手指就可以敲出各種的音效、音色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還蠻方便的一個小玩意 那這台OBA掌上合成器 它其實總共有四個音階 總共是Drum、Bass、Cord跟Lead 那Drum的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大家常用的大鼓 那裡面有什麼大鼓、小鼓、Hi-Hat 可是像Drum這些東西在我們編曲裡面通常是 它其實就是大家應該知道 節奏感這東西很重要 所以Drum裡面它就是給大家一個很基本的節奏感 所以你就變成是 或你要跟著唱或是你要跟著跳的時候 它就可以融入在節奏裡面 所以我現在這樣子隨便敲一根就可以跟著戰了 不要為難它了 那再來另外一個就是它的Bass Bass 好那Bass在我們編曲裡面 在音樂裡面通常又是什麼樣的角度 Bass它通常跟鼓會搭配 因為低音的部分 通常給人家那種很穩固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一首歌如果你沒有低音的話 你聽起來就會空空的 所以低音它就有點像是鋪地毯 所以你現在唱歌我就是可能在前面按一個這種 音效要搭在你的聲音裡面 還是要搭 但是它等一下會跟我們講到練習慣的東西叫 Cord和弦搭配在一起 好馬上進入Cord 好 那Cord的話 它這個有很酷的功能 它按上去之後 就是有那個Vibrato 對它其實還蠻多不一樣的 就是它可以靠很多不一樣的手勢 去讓它的音效特別不一樣 那這個就是Cord和弦 那和弦又是什麼 和弦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個 氛圍給人家一個感覺 大家可能有聽過一些什麼 大調啊小調啊 是不是給人家不同的感覺 很大調是比較開心的 小調是給人家比較悲傷的 比較憤怒的 那和弦呢 它就可以利用這樣子 音階上面的切換 去給你歌曲裡面不同的感覺 例如說 我們歌曲裡面可能會有A B 段 那不同的和弦的組成 它可能給你的感覺會不一樣 可能你在副歌的地方 情緒會比較高啊 那你的主歌 情緒會比較平滑 那這些東西 我們也都可以用和弦來做 那我可以在一首歌裡面 加不同的調節 可以啊 但就是也是要看你歌曲的進行是怎麼樣 因為人類對於音樂 它之後還是會有一些規則 所以為什麼會有樂理就是這樣 但是其實也不一定完全要按照樂理 我們都還是要回歸 我們聽起來感覺這個是不是對的 再來第四個功能 LEAD 好那LEAD又是什麼 你就會把他想像主旋律 那LEAD也可以把他想像是 人可以記憶起來的旋律的音色 都可以把它叫做LEAD 欸我剛才發現 你剛剛在操作的時候 你手在晃的時候 它音高也要有點變晃 就除了這個之外 我發現你在轉動的時候 它是不是也會 奧把合成器 它有一個我覺得還蠻屌的一個東西 第一個 就是它有內建節拍器 它其實就是它上面這個 中間這個按鈕A 然後搭一個這個6 就REC就是錄音的部分 所以它就會有一個 對它這個是它的一個內建節拍器 然後你還可以去調它的BPM喔 對就是一樣A 它這是一個主控鍵 然後去按它上面這個 它有對應的這些東西 然後它是按一下它會變慢 然後繼續往上推的話 首次往上拉它就會把它的節拍器加快 好然後我先把它暫停 好然後再來第二個我覺得還蠻厲害的功能 就是不要看它小小一台 它居然可以升降Key 欸升降Key在編曲裡面又會是什麼時候會 當然你剛有聽過什麼高8度低8度 其實MOTON度上你就把它想成是 很男生有時候去KTV唱歌 你會唱不上去 好就去主控機那邊把Key降低 類似的意思 它的升降Key的功能我自己覺得也還蠻厲害 那如果你要升Key的話就是一樣按它的主控鍵 然後把它滑到1 讓我們覺得它的聲音變比較尖一點 然後你要降Key的話就是一樣主控鍵這樣往下滑 然後它就是一個升降Key的功能 然後再來它還有一個錄製Loop的功能 比如說我現在要把這4個元素加在一起 那我就是先錄音 好我先隨便它喔 隨便它喔 大家不要介意喔 好這個就可以切 下一個 再下一個 好它就變一首歌了 這是一個Loop 錄製的功能 好它暫停的話按這個 一樣要A 加 好先把它暫停下來 好這是一個亂彈的一首歌 所以 你要挑戰變台灣FKJ嗎 欸好像不錯耶 它還有另外幾個比較特別的功能 像剛剛Kris有看我玩 第一個是 它的那個 Shake 的功能 好可以看 好這是一般 這是常按 但你可以點 手指可以在滑動 欸這個是算什麼 這是應該是Vibrato Vibrato是什麼 是單音 就是你能聽到那個 會抖的那個聲音 然後它還有一個 Shake Shake 什麼意思 有 就大家不然有沒有聽到那個聲音 就是 歇尾的變化 然後有在抖的那種感覺 好Shake 然後還有一個旋轉 好終點 我覺得還有一個 它也可以這樣打節拍 來猜歌 是不是很久沒猜歌了 好所以剛剛以上幾個 除了它內建給你的功能之外 它還有靠著一些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這個手勢 就可以讓你做還蠻多 公用的部分 它還有 OVA內建的APP 主要有電腦版跟手機版 那我們現在就 來連連看手機版 它跟原本 這樣子它會有什麼樣不一樣的地方 一樣先把它打開 開機 然後它會跳出來 就是連接 Artephone OVA 好 這樣連接起來 那連接APP有什麼好處呢 除了它原本內建的這些 音色之外 它可以直接用 手機來選擇你要的音色 好我們現在Chris來選一個 好我來選一個 這個 好那選擇之後就這個什麼 Send to OVA 就把它的這個音色把它傳到這裡面 那 傳輸的過程就是稍微等它一下 好它傳輸完成之後 那你剛才前面介紹的 四大功能也可以在 上面來去做選擇 好我們可以直接點 上面這個Drum 那你就可以直接 切換成鼓 好下一個 Bass Bass Code 好 Lead Lead 好然後再來我們剛才講的 內建錄製的功能的話 也可以在上面直接按 喔我手都沒有動喔 然後BPM也可以在上面做微調 好然後你可以直接打你要的BPM 我們來個200好不好 好 好你再幫我按一次 錄子 來 Hardcore 欸跟不上 老了啦 手指有點跟不上 所以它這個是連接APP之後 你可以非常直覺的去使用它上面的任何的一個功能 所以我覺得連接APP之後你可以去創造更多不一樣的東西 比如說你現在先用這個音色打了另外一個節奏彈了一首歌出來之後 你可能可以切換別的旋律啊還是怎麼樣進來的再去加它任何的一個音效進來 你就可以變掌上型FKJ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如果這一個東西它要跟電腦連接的話要做些什麼事 首先大家可以去Artspong他們這邊官網去找OBRA APP他們的這個存識 那大家剛剛如果有看到我們前面介紹的手機的話 其實它也有給電腦的APP 那這邊如果你是Windows的話可以選Windows 你是Mac的話記得選Mac 那這個東西它在連接電腦的話很重要 那等一下我們就跟大家解釋 那下載完之後啊 大家可以去那個你的應用程式裡面去把OBRA APP這個東西打開 那如果你在連接電腦的時候 大家有東西要很注意 就是你在設置這邊有一個MIDI MODE 這邊我們要把它改成Channel Per Part 那這個Channel Per Part的意思是說 等一下我們總共會有4個聲音嘛 那這4個聲音呢 它分別會對應到不同的MIDI頻道 MIDI Channel 那這個東西如果沒有設置好的話 等一下我們在用Session View的時候 它就不會有切換的效果 那我覺得它用起來就沒有那麼方便 那除此之外呢 大家滑到底下 這邊是有一個Template模板 它其實蠻貼心的 針對各式各樣不同的DAW 像常見的像Garage Band Logic Port 然後Alberton Live FL Studio 甚至還有一個MX4 Live的Utility 那這些東西我都覺得它蠻方便的 像我等一下要示範的是Alberton Live 那大家可以去載一下Alberton Live 它的Session View的那個模板 好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模板打開 大家發現它其實這邊已經有4個聲音 這4個聲音呢 它分別對應的就是Albera它上面4個頻道 那大家就可以發現 我在這邊如果是選的是鼓組 這邊如果是鼓組它就會是 那如果是Bass 那這邊就會是Bass 所以同樣的這邊其實它就按照順序下來 那同樣我們也可以按照原本這一個 它原本的這邊設置 如果我按一下它就會切換 按一下就會切換 OK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如果是在Session View表演的話 它其實蠻方便的 好那我們前面其實有跟大家講解到Albera 它其實是有那種力度啊 還有搖晃啊 還有震動的那些功能 它在變成Mini控制器的時候 它一樣在裡面也會有這樣的功能 像是我們如果平常這樣子敲 它是一個很正常的Mini控制器 但你發現它晃 它其實也是可以的 我們這樣打 它其實也是會有聲音的 所以呢在原本它在App裡面設定的那些功能 還有一些力度感知的話 像在變成Mini控制器在Live裡面 它一樣可以去控制哦 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Albera這個東西 它是屬於Mini控制器 所以你當然可以直接在這邊去變換音色 那這邊Albera它原廠設定呢 它已經有給你一些音色 那當然我們可以在這邊去選自己喜歡的音色 舉個例子 像在Live裡面Drums 其實裡面就有很多蠻有趣的聲音 像我自己就蠻喜歡這一個 那你就直接把它點進來 那點進來之後你會發現 它其實因為這個Live原廠 它這個東西都已經先Map好了 所以你用Albera的話 當然它就可以直接來直接用 所以它其實蠻方便的 那每一個音色它都是可以變換的 那當然你這邊要變成自己活動器的聲音 當然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實際來操作一次給它看 然後我們切換成Bass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邊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大家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在做现场表演像是这种你从谷主到贝斯一路过去或者是说你想要即兴做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它都很方便 因为如果有在做现场表演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我们其实很常在做Mapping在做这些就是器材的配置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是蛮麻烦的一件事 那OBRA它其实提供这个Template它其实可以很简单的把这些东西都已经先设定好 可能就不用再花额外的心理去再去做一些额外的Mapping等等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东西是蛮好用的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对OBRA掌上型合成器的介绍 那我自己个人使用一个多礼拜下来的心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方便也很好携带的一个掌上型合成器 就如果我今天外出我带了一个电脑然后加上一台这个东西我就可以在外面可能现在想到什么节奏我就把它做起来 那我回来可能练刷碟的时候啊干嘛的就可以把它直接加进来 没错然后我也觉得它是一个蛮方便的Midi控制器 如果有做音乐或是有在线程表演应该知道我们常常要带一些器材啊 或者是很大的Midi控制器啊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很简便的表演的话 那我觉得它其实也蛮足够 那我自己觉得也蛮有趣的 因为它这个东西很小 大家在台上看到就觉得你用这个小的玩意儿在做什么 所以它其实可以完成一场表演 非常多的东西 对啊我自己觉得很酷 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功能的话 大家其实可以去上他们YouTube有一个官方 特别在介绍歐把合成器的几个小章节 那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 或者是下次想再看我们介绍 哪一个特别的小玩物小玩意儿 请在底下留言 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麻烦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们下次见掰掰 掰掰